我會覺得台灣 因為觀察就是烏克蘭這幾年的現況 就這一次的現況 我會覺得 其實我們不需要考慮到那種極端到 我們只靠FN收音機來接收訊息 我認為真的發生戰爭時 我們在國內網路還是有機會 就是可以健全使用的 那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連國外海海海會斷掉 那麼我們要怎麼確保 我們在只有國內網路的情況下 我們還能夠得到 足夠讓我們安穩生活的資訊 包含比如說防空避難組的資訊 包含如果你需要急救 就要一些情形狀況時 你要怎麼處理 然後以及 例如說極端一點好了 就是因為Googleman不能使用 那假如我要知道 比如我家最近的朋友避難所 但是我要過一個橋才到那邊避難所 但那個橋可能被打斷了 那對我要講 我要怎麼得到資訊 第二進的或更方便的在哪裡 這些東西我要怎麼做到 那我覺得這都是我們需要花時間 好好去思考的 那所以我今天這個坑 我覺得這個坑 光是今天沒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首先能做到幾件事 第一個我們要先盤點 假如發生戰爭的時候 有什麼資訊是大家很需要的 那這些資訊 我們要確保它在台灣 它不在國外四五七 這樣子至少發生戰爭的時候 我們還看到它 那第二個是 我們其實台灣的學術網路 就各大學都有機房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設備 所以我們有沒有辦法把這些資訊 分散在各大學的機房中 那這樣子就算 比如中華電信被打掉了 什麼被打掉了 只要任何一個大學還有 我們都還有機會在台灣 讀到這些資訊 所以我們也沒辦法 比如說現在能聯絡到 願意支援這些大學 因為其實像在開元件 在像一次那個 Linux 作為系統 武邦普作為系統 其實都有很多大學去協助 去做Miro 就是說我們把這些 作為系統的原始黨 什麼備份下來 所以你要安裝時 你不用去國外抓 你就去這些大學裝就好了 那這同樣一套機制 其實有機會就搬在這些 戰爭資訊 就是說這些大學 就一樣的機制 你當作怎麼Miro這些作為系統 你就來Miro這些防災資訊就好了 那所以一樣就是 我也可以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從哪裡知道這些資訊 所以這是第二個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盤點說 目前有哪一些大學 像我已知的台大交大 城大 淡江 可能他們都有配合 就是Miro這些作為系統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聯絡到他說 那你現在幫我Miro防災資訊 那我們可以怎麼進行 這是第二個可以做的事情 那第三個能做的事情就是 像前幾天唐鳳有上半幾回的Podcast 他有說他們有跟Google聯絡過 然後Google那邊是說 因為Google在彰化資料中心有機房 那麼它可能可以做到就是 真的我們連國外全段的時候 至少Google Meet還可以運作 讓國內對國內人 Google Meet聯繫 那假設Google真的能做到這件事 就表示我們在戰爭的時候 我們不會跟新友之間完全斷了聯繫 我們還是可以透過國內網路來做聯繫 可是問題就是 Google真的能做到這件事嗎 其實那件事也是 唐鳳是 是Google已經做到了 還是那只是唐鳳的理想 那我會覺得 我們是不是也要盤點這些情境 那這些情境 不是我們自己能夠做到去驗證的 但至少我們可能可以要術法部 去試著去要廠商提出報告 來驗證這些事情 到底能夠做到 甚至說明年的萬安演習跟那個 就是相關演習 要廠商也要參與 要做這件事的實際演練 確定他能做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 我們可以盤點去思考的事情 那這三樣就是 我覺得今天主要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還有什麼問題 Google不認識 必須要演練 對 Gmail也要演練 對 Gmail也要演練 對 Gmail也要演練 Gmail也要演練 這樣一滴才聯得到 因為也有認為 Google不認識 可能在連國外段的時候 他還是可以在台灣正確運作 因為台灣也是有什麼 對 台灣有節點 但是現在就是不知道到底能不能 所以就需要演練才知道 對 OK 如果 如果對網路任性 興趣的 可以找Ronnie聊聊 謝謝 我們再往下 我們先也配下下一次 哇 來